我今天想说两件事,两个电影作品 我先说和史提比有关的那一部 如果没有关系的话,我不知道有没有时间说 就是《复仇者联盟》,叫什么《终极之战》,还是什么《最终一战》 我现在真的不知道 我首先要问,因为我今天想说两部电影 这一部电影是未上的,就是《Avengers》 另一部电影是《伦乐人》,我刚刚看完 我问史提比有看过我,他说没有 《Avengers》说我订阅了星期六看,我心里这么夸张 我很少想,我是香港人看电影,通常是怎样的 就是想看那一晚你就去买票 你搞到要订票,就已经是很隆重的事了 怎会订票的 我问史提,你为什么会去看? 然后我说,我被逼的 通常被逼的只有一个可能,也不需要解释 除了《女》之外,我想不到第二个原因 现在的重点是什么呢? 就是,为什么我身边突然间会多了很多这些我叫做《Marvel》 你之前已经知道了 他订票是网上订,还是去拍摄买的? 那时候我记得4月24日,明天就是做《Marvel》的首映了 即是早上6点 我身边认识10个人,是明天看6点 我真的觉得6点起床 我觉得,去年6点看是神经 你星期六订票看,又何尚不是神经 然后我问史提,你记不记得上一集有没有看过? 好像有,好像没有 你连上一集都不记得,有没有看? 你今集都要订票看 这些就真的在我心目中同样是神经 还...